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枸杞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中药材 在医书上也曾有过记载枸杞能够扶症去血 还可以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根据现代研究显示 枸杞当中含有丰富的多酚内物质以及多糖 可以起到看氧化,看衰老,调节免疫力的作用 尤其是睡前坚持生搅几颗枸杞 能够带来许多的益处 那么我们在吃枸杞之前要不要清洗一下呢 枸杞是一种常见的中药食材 具有滋补身体、养生、保健的作用 但在很多人使用枸杞时会有一个疑惑 吃之前到底要不要清洗 其实在使用之前最好是将其清洗清洗 简单的清洗一下表面的灰尘 因为枸杞在生长过程可能会受到一些污染 如农药、重金属等 如果不清洗干净 这些有害物质有可能会残留在枸杞表面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的威胁 那么每天晚上睡前伸脚几粒枸杞 坚持一段时间会有几个好处 不请自来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调节类分泌 枸杞这一小小的红色果实 不仅口感甘甜 更富含了多种营养成分 如维生素、矿物质和堪氧化物质等 而在中医的理论中 枸杞更是被视为知音、补肾、养肝、明目的良药 当我们深入了解枸杞的奥秘时 会发现它对于调节体内、分泌 有着显著的益处 内分泌系统作为我们体内的重要调节机制 控制着各种激素的分泌 从而影响身体的各项生理功能 而枸杞中的多种营养成分 可以有效地平衡内分泌水平 缓解因内分泌失调一起的各种问题 如失眠、焦虑、月经不调等 第二,增强免疫力 枸杞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如维生素C、维生素E、胡萝卜素等 这些物质具有很强的堪氧化作用 可以有效地清除体内自由基 增强免疫力 通过每天晚上睡前伸脚几粒枸杞 可以更好地吸收这些营养成分 从而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 预防疾病的发生 三,改善睡眠质量 枸杞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如维生素、矿物质和氨基酸等 这些物质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神经系统 缓解疲劳和焦虑 在晚上睡觉前伸脚几颗枸杞 有助于舒缓紧张情绪 促进深度睡眠 长期坚持下去 睡眠质量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哟 第四,美容养颜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 我们离不开各种电子设备 却很容易因为辐射和工作压力 而产生黯然无关的皮肤 每天晚上睡前搅几颗枸杞 它们中的多酚和维生素液 将会帮助我们恢复肌肤的水分和弹性 减缓皮肤老化 速度不经意间 你会发现自己的肌肤 变得更加的细腻、光滑 散发出年轻火力的棺材 枸杞和它是黄金搭档 坚持预起泡水 能够起到饱肝、护肝、助睡眠的好处 第一,就是菊花了 本草肝木中赞美菊花 称其胃肝、性寒 具有趋寒、风热、贫育肝阳 清肝明目的神奇作用 而枸杞这红色的宝石 富含壁主维生素、枸杞多糖、维生素C、钙、铁等营养元素 自古以来便是补肝、益肾、明目的良药 当这两者相遇,反复奏向了一曲 养肝明目的和谐、月章 第二种,红枣 枸杞与红枣搭配是一种常见的食材 对于胃部、肝脏、肾脏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补气血的效果也特别强 女性喝一些红枣、枸杞水能够达到美容、养颜 把身体湿气有效的排出体外 让身体更加的健康 里面可以适当的添加冰糖或红糖 口感会更好 第三种,桂圆 性温、肝具有养血、安神、补益心皮的作用 与枸杞搭配着泡水 能够增强益气、养血的功效 适用于心皮两须 引起的心剂、健忘、失眠、多梦等症状 桂圆还含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于改善贫血和促进新陈代谢 也有一定的帮助 第五种,福灵 在中医的理论中 失血、易组织、气肌使气血不畅 从而咬乱、轻翘和心神 出现头晕、失眠、心剂等症状 枸杞与福灵同服的话 能够养阴、润躁 福灵溺水肾湿 两者搭配 可以增强肝肾功能 提高身体的水液代谢 对于湿气、气肢、肝肾不足 引起的头晕、心剂、失眠等症状 都用明显的改善效果 医生提示 枸杞与它尽量避免同时 警方犯错 快转给家人 第一,咖啡 咖啡是许多人日常生活 必不可少的饮品 但当它遇到枸杞时 就会产生一种致癌的化学物质 这种化学物质叫做丙烯鲜胺 它是一种可能对人体有害的致癌物质 在高温处理某些食物时 如咖啡和枸杞 可能会产生病息鲜胺 因此医生建议 尽量避免同时使用这两种食物 第二种酸奶 在平时喝枸杞泡水时 一定要注意 最好不要搭配酸奶 虽然说酸奶能够帮助调节肠胃 补充有益菌 有利于帮助人们消化 但是如果枸杞与酸奶搭配 很容易就会造成消化不良的情况 和加重肠胃负担 甚至增加癌变风险 所以这两种相遇也会致癌 希望你别一起吃哦 第三种螃蟹 螃蟹和枸杞都是人们爱吃的食物 但它们并不适合一起吃 因为螃蟹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而枸杞则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尤其是维生素A和胡萝卜素 这些营养成分在人体内互相作用的话 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腹泻 气脏等肠胃问题 因此 螃蟹和枸杞都是含性食物 同时容易加重体内含气 引起身体不适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使用枸杞养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注意以上这些禁忌和好处 或者是搭配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时候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